张良那里,清朝末年,河南信正有一个叫张良的人,他年轻时,浪迹江湖,四处漂泊有一天,张良在下屁的一座叫上散步。 忽然一个穿着十分波澜的老人,他挡住了他的去路,张良想绕道避开,随着这个老人却故意将写, 掉落,叫下,并命令张良,将大的写减回来。